2013年起,慈忌之公走进花莲监狱关怀受刑人,从一开始的猜忌,怀疑,但如今的真诚与坦率,双方有更多的改变和成长。 攀慧珠,要用更多的爱去爱她,把她爱回来。 高维英,温暖真诚的支持力量,让我重生再出发。 沈思彤,开启忏悔法门,新生命从此生。 钟丽雅,一个机会,一个陪伴,慈忌的关怀永远都在。 李玉莲,找回自我价值,让生命重见阳光。 志工没有间断的一路陪伴鼓励,让兽行人痛改前非,新的生命就此而生。 同学好同学,但美好的会用上来。 梦依然热血。 首先欢迎来自于花莲的慈祭师兄姐们。 你踏入过监狱吗? 我想一般人都希望离监狱越远越好。 除非你是受刑人,受刑人的家人去探视,或是在里面工作的人。 但是有这么一群人,他们特地地踏入监狱,并且帮助受刑人和他们的家人给他们温暖。 他们是谁呢? 好久不见,同学好同学,让我们来欢迎花莲监狱志工关怀团。 我们的结缘是因为慈祭的关系,大家都是慈祭人,为什么会跟慈祭结缘? 潘思姐开始。 因为我是明代退下来的,那因为以前其实我不了解慈祭,我都是一直在骂慈祭,因为是听说慈祭有多快多多多多。 到后来我了解慈祭之后,其实我不知道要怎么做慈祭,是因为我刚才我的同学,他把我牵引进来的。 你以前是一直骂一直骂的人喔? 好,所以接下来问的是我们的高师兄,高师兄是为什么会变成慈祭人? 因为一百块的关系。 一百块喔?为什么? 一个死刑犯告诉你,代表高师兄也是拂过,所以判了多久,当年关了多久? 四年多。 四年多,一个死刑犯,他为什么要交一百块干你什么事情? 他告诉我的时候,应该是姻缘了吧。 他告诉你是姻缘,但你自己有接受到吗? 有。 你也觉得应该捐钱? 是。 所以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变慈祭人了? 是。 OK,那接下来是我们的沈诗姐。 沈诗姐为什么变慈祭人? 其实因为我为了要陪孩子适应学校的生活,正好他就拿了一张词记在学校发的大爱妈妈的招生简章。 结果我就想说,好吧,因为大爱这两个字非常的吸引我,那我就想说,对,为了要扮演一个好妈妈的角色,我就去报名了。 就是因为在进大爱妈妈的时候,上了一句话,感动了我。 后来我就把它奉为闺孽,因为上人说,要以妈妈的心去爱别人的孩子,以菩萨的智慧来教育自己的孩子。 那因为我很爱上人,上人又说,我们身为他的弟子,要去爱他所爱的人。 所以当这些人走不进来的时候,我们就要走进去。 了解了,听懂了。再来是我们的沈诗姐。 你好,我会加入慈祭也是妈妈的姻缘。 你也是大爱妈妈? 不是,是自己的妈妈。 妈妈从国小退休下来的时候,就身体不舒服,可是一直检查不出原因。 那妈妈也是长期的持续会员。 那那个委员就邀他,就是在民国77年,邀他回去金社,参加我们的税末的那个发放。 那我就带了妈妈进去。 那沿路有看到有很多人就是朝山的方式进去。 其实我本身很铁齿。 以前我认为这个都是很迷信的行动。 可是那是因为妈妈的病,一直找不出原因。 所以我就想说,好,如果一旦妈妈的病情, 如果可以,医生可以有办法知道它是什么病因的话, 我就这样子三步一跪地这样子朝山进来。 了解。 接下来是我们的李师姐。 你怎么跟慈祭接触? 我慈祭接触是我先生那时候得到舌癌, 然后就在我们花灵的慈祭医院。 然后我看,其实我也看到很多志工这样子, 为院内的服务这样子。 那我想,我也可以,我想我也可以, 我就跑到志工室那边, 从医院志工到福田志工。 一直坐下来。 对,然后才到人文真上美这样子。 为什么想做志工? 我觉得帮助别人的时候, 你那虽然有时候很累这样子, 可是心,身体上是很累, 但是心理上你是觉得内上是很快乐。 所以不是一般人, 我们现在人都是身体要轻松, 但心理很苦。 可是去做志工是身体很累, 心理很快乐。 所以我们在一开始就看到这五个人, 都从原本这样子转变到这样, 才会进入到后来的这个团体。 后来这个团体到底做一些, 什么样不一样的事情呢?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 同学好同学, 但美好的会儿又想来梦遗难了些。 刚刚那个慧玲老师上的OK吗? OK。 可以。 原始就是《孝德真帝》这一本书, 是因为我对爸爸有一个段落的, 一个不尊敬跟不孝顺, 所以这本书出来的时候, 我就吸引了我, 而且是上人的书, 我觉得它蛮好的。 那么就因为这个因缘, 我就跟那个时候地检署的官长联系说, 我可不可以把这个书送到给一个所需要的一个单位, 他就说, 你送到那个所谓的那个叫做看守所, 看守所送了之后, 他说还有没有, 可不可以送监狱? 也不错啊, 送到监狱之后, 他的回想更大, 就是教化科就来找我, 就说慧珠师姐, 你们可不可以安排有人来这边做演讲。 在书间, 你都容得很难, 但是除了感动之外, 其实很心疼。 我们就是这样子, 就请根深师兄姐, 那一场一场的演讲之后呢, 那么跟高师兄就这样子结识了, 结识之后, 我们就陆陆续续的化研监狱邀请说, 可不可以有国中班你来上课啊, 那又加了高中班你来上课啊, 那又加了说, 每一个月是不是可以在各工厂, 13个工厂, 再有一个演讲, 那这样子之后呢, 同学对我们的印象应该觉得可能有涉受到我们给他的一些商人的法跟, 同学自动也会来跟我们互动。 虽然有心理准备, 但我想一般人进监狱或多或少还是怕吧, 可能会想到会面对很多的刺青四龙跟大哥, 是这样吗? 里面有一个同学叫阿青哦, 他跟另外一个同学, 他七也八也走路这样子, 是, 结果他看到我们怎么怀疑这些人, 好像神经病每天都, 别穿不起啊, 对, 你们也是穿这样进去吗? 没有, 我们穿, 都是穿制服耶, 穿制服, 所以他们会更会觉得你们是谁啊, 他觉得我们吃饭饮饮, 是都很好吃的, 不然我们来吃, 他们的心态是这个样子吗? 对啊, 所以家人会不会觉得, 我觉得有的眼神看起来是觉得说, 你们有什么目的, 是不是又要叫我们来捐钱啊, 还是要叫我们皈依啊, 又来了? 对, 有那一种感觉, 那家人会不会觉得, 那你不要去啊, 你干嘛去? 像我们家的老公就非常的反对, 因为其实这一群是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人, 所以他就会觉得说, 你为什么要去那个地方, 此际有那么多事可以做, 一定要去那里吗? 所以老公这部分等于是说, 我先做了, 没有就是说很多部分的沟通, 然后再去克服, 虽然现在还是在拉锯中, 所以现在家人还是会有一点点觉得, 还是一样, 可以坐满了吧, 你可以走了吧, 他觉得应该要换别人, 可是因为我们是要阶段性, 还是要把它完成, 有家人反对吗? 对, 也是一样, 因为多多少少, 就像他们之前讲, 这些人都是犯过案的人嘛, 才会住进高墙里面, 所以家人都会, 其实刚开始不是那么支持, 其实我自己也是有点担心, 对, 第一次进去, 我们自己都要克服我们自己的心情, 是, 可是一旦跟他们接触之后, 你会觉得他们这个地方太需要爱了, 好, 这个地方太需要爱, 所以我们要学一些课程来引导他们, 比如说你们慢慢地教他们读经, 或者是相关的教他们插花, 怎么教, 因为我光想那个课程, 有很多的限制吧, 一方面他们根本原本就不会, 一方面应该有很多材料的问题, 这个不能带, 那个不能带吧, 老师兄, 是啊, 很多不方便, 例如你教他们做什么, 例如他们, 比如在在做水族箱的时候, 他们有缺乏摩托, 那科理罐, 有一些电子刷入的, 有一些配件, 要怎么办? 就帮他们去穿过这些东西, 你不要让他们可以完成这个作品, 所以也就是说东西进来了, 检查过后还是可以给他们做, 可以, 是可以的, 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作品, 作品, 那就是有一年是母亲节, 母亲节我就想说就设计比较硬实的这个花形, 也让他们表达他们的自己的, 感情, 对, 感情, 那那个材料就是有水蜡烛液, 那当然母亲节就是有康乃馨, 还有那个纸心臣, 康乃馨的目的是要献给妈妈, 可是在探亲的时候献给妈妈吗? 不是, 因为我们当初也是很单纯的这样想说, 过几天就是肯亲日, 你就可以把这个作品, 就直接交给妈妈或者太太, 因为我们通常花到课程之前, 我们会邀他们感恩, 然后要自己去观想你这盆花, 你要献给谁, 所以多数人就是要献给太太跟妈妈嘛, 那我们也是讲说, 肯亲日你就可以直接拿, 结果是不行的, 建议的它的规定是, 里面的东西不能直接拿出来, 外面的也不能直接拿出来, 都要透过检查, 那怎么办? 所以有一个学员, 他在我们下课的时候, 他就拿着他的作品, 到我们面前说, 师姐, 你可以把这盆花, 帮我拿出去放水流, 其实他是住中部的人, 所以他, 因为他没有办法带出去, 他这就是想说, 要用这样子来传达, 把这个爱, 他对江人爱, 因为花莲在东部, 然后水是没有办法往溪流的, 有点像普通信的感觉, 他是借着, 所以我直到现在, 我常常跟人家分享这个故事, 或者我在花道班里面, 跟他们分享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常常眼泪不禁都会掉下来, 好酸哦, 我的家人没有来看我, 所以希望你, 而且他这一份的情谊, 他想要传给他的妈妈, 放水流, 要从东部经过中央山脉, 要游到西部去, 这是不可能的事, 可是他就是这样子讲出来这句话, 你没有接触过死刑犯吗, 我应该先问, 你没有接触过死刑犯吗, 我们有多过这样子的孩子, 所以你有跟他们接触, 我有跟他们接触好几个, 但是有一个就比较特别, 他就是有接触到佛法, 那在接触我们之后, 那也有接触到我们的师父, 他就觉得, 他应该可以做更多大爱的事情, 所以他现在目前一心想出家, 也不是这么简单说出家就可以出家, 你的心肝要出家, 辛苦要出家, 不一定你就有法出家, 对, 我们有一直在跟他接触辅导, 是, 他也是甘心, 一直拜托他们家的人, 让他出家, 那家里的人有答应, 好像爸爸就答应了嘛, 对, 爸爸还是妈妈有答应的, 但是我还是跟他讲, 其实不一定要出来, 才叫做出家或怎么样, 你在里面也是一个修行者, 对, 说得好, 你在里面, 你就可以看学, 可以尬这些同学, 是, 用你的身教去陪伴他们, 你要是真的想改过向善, 什么方法都可以, 并不是出家是唯一的路, 对, 但是我们这样说, 你看, 每个人说到他们的故事, 开始有痛苦, 有一些难度, 那这些受刑犯真的听得进去吗, 不见得, 还是正觉得他们才是震撼教育, 我们觉得你们给我们是震撼教育, 他们就觉得你们在干嘛, 什么时候他们的心才开始油软了呢, 穿着各种不同服饰及造型打扮的受刑人, 在音乐口令声中, 大家以整齐的步伐, 不停地变换队形, 2015年9月8日下午, 在花莲监狱运动场举行的, 2015收容人团体行动队形变换比赛东区副赛, 当天有花莲台东二线八个监狱, 共两百六十几位受刑人参加, 三 结 一 四 以生命蜕变, 重返荣耀, 知足, 感恩, 善解, 包容, 和慈祭四神汤的对呼, 以及天衣舞缝, 作为演出内容夺冠的花莲监狱, 团队合作演出背后, 是有一群地缘关系的花莲监狱, 慈祭聚工做他们的后盾, 给他们打气鼓励和爱的陪伴, 都是不好的, 暴躁, 易怒, 然后口出恶言, 没有做过好事的人, 因为我进来的服刑已经快十六年了, 我一百零三年在这里接触到慈祭, 从入金帐以后, 读书会开始, 让我学习到说, 我可以从当下把叶或苦把它斩掉, 然后养成良好的习跟惯性习惯, 然后再从日常生活当中, 落实于每一天, 每一时, 每一刻。 2016年岁末祝福, 受刑人透过金帐演绎, 开启忏悔法门, 痛改前非, 新的生命就此而生, 水灿的表演真的让我很震撼, 在那表演过程, 让我真的彻底忏悔, 正坚定我改变的心。 从来没有参加过书语, 师兄师姐鼓励我去参加, 当那个水灿的表演书语站上大舞台那一刻, 觉得我的心很踏实, 很安定的心。 之前家人也是对我不谅解, 但是这阵子他们有看到我的改变, 当我在心情低落的时候, 想家人的时候, 或是孩子的时候, 他们都会去关怀我的孩子, 去看我的孩子, 让我知道孩子的状况, 所以我很感恩师兄师姐们, 他们在这里的悟出, 从一开始的猜忌, 到如今的接受, 甚至于忏悔愿意帮助别人, 此季志工一路上用爱相伴, 受行人转变重生。 光是想象就很有画面, 要一群大哥去变换队形, 怎么协调这群刺青刺龙的大哥? 其实我告诉你, 他们是在不同工厂结合起来的, 我跟你说, 这人就没信任, 很坏协调的, 很难, 他就感觉, 我就很厉害的, 你是怎么比我更厉害的, 反正就是, 为什么我要占第一个, 为什么不能占最后一个, 对, 没错, 也很像小孩子, 怎么办, 要怎么办? 不会啊, 那就是用我们互相的一个爱跟沟通, 那他们后来知道说, 我们不是有目的地去接近他们, 不是有所求地去接触他们, 我们是照正常像家里的人, 这样子在带他们, 所以他们跟我们的结合都很好, 所以他们也愿意互相去完成这个事情, 你讲会会比较有说服力, 因为你也当过大哥, 会不会你去帮助他们的时候, 你讲会比较有说服力, 因为他几乎都不讲话, 其实刚刚慧珠师姐, 他讲得很客气, 因为我觉得他其实在里面, 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因为他完全就是一个妈妈, 怎么说, 因为他有那种妈妈的热情跟鸡婆, 不是, 他就是那种很热情的爱的抱抱, 你对这些大哥因为我第一次花到课室, 我看到他看到这些同学就抱, 对,他恶话不说, 他就是一个刚开始是吓死, 可是我告诉你后面是被融化了, 后面会自己讨抱抱, 所以其实他在里面扮演非常重要, 而且他是, 阿母你是这样子的角色喔, 他们都叫他阿母啊, 他的贴心是贴心到就是说他会很注意到细节, 你的腰没有,你的嘴巴没有, 他用食轮去转动他们的心轮了, 你很会懂方法, 对,然后他就会转这个, 大家就追过啦, 胖啦,什么, 然后就让他们感受到真的被妈妈关爱到了, 所以你是客气的阿母, 你是很会拉弄人的, 所以你问错人, 因为你问他, 他怎么好意思自己讲他自己做了这么多, 你怎么会想那个动力去抱人啊, 其实我们家就是这样子, 我们家我碰到孩子就是, 所以你这个东西自然让他们相信这是真的, 确实是真的, 他是很认真的, 所以同学, 我对我妈妈对我先生对我的小孩就是如此, 所以我跟他们说, 我给你摸一下, 所以他要摸到久了, 我没有摸他, 他觉得我没有爱他, 真是跟你摸到的, 真的耶, 真的, 那赢了时候, 赢了第一名, 有没有真的他们眼神都不一样, 有没有, 其实我们去, 像我们花道课不是大概两个月一次吗, 其实去的时候, 那个气氛, 其实我们都可以感受得到, 然后其实学员也有跟我们讲, 他说其实你们当初来的时候, 你们实际人来的时候, 我们也在旁边看, 你们到底要来做什么, 因为可能有, 也有不少团体, 也是进去里面关怀, 那个程度可能有不一样, 就是他说, 我现在知道你们是真心的, 他们开始柔软了, 有, 回馈给你们, 你们就很有成就, 其实他们不只柔软, 而且他们从慧祝师姐的身上, 学会了回馈, 因为其实我们比较感动的是, 他们后来, 他们得到第一名, 他们是有奖金的, 然后他们后来就办了, 他们就是在那个结束之后, 有办了一个感恩茶会, 可是他们事先都没有说, 然后他们就给慧祝, 感恩那个团队, 然后他们就要给慧祝妈妈, 一个惊喜, 让他们知道说, 你们做得我们感受到, 我们也要学习你们, 他们把他们的奖金是捐出来, 而且是30个同学一致通过, 那个时候一边吃, 是混着眼泪吃下去的吧, 你可不知道我们那时候, 说慧祝师姐可哭惨了, 真的, 因为他从来没有想过, 因为其实我们那时候进去, 大家抱着一念心念, 就是付出无所求, 就是把爱跟, 把上人的爱跟祝福送进去, 可是没有想到, 如果这些大哥们观出来了, 叫你阿母, 那个走出来的画面, 太震撼了, 后面的, 不是你, 那金藏演绎呢, 金藏演绎是不是也看到一些人, 有所改变, 里面有一个叫阿青, 他要改变蛮多的, 他会自己变成, 他看我们当志工, 我说你也在里面也可以当志工, 所以他在里面, 同学需要什么, 他都会帮助他, 你这样讲, 我们真的很难想象, 到底怎么了, 其实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 在外面是一个大慈悸, 在监狱里面是一个小慈悸, 他们就是当然了的志工, 他整天都在那里说, 妈妈,阿母, 我要对你做志工, 你现在去做就是志工, 一几手一同煮就是志工, 他们做不会觉得自己的力, 就变小了吗, 我是大哥, 对啊, 没有啦, 现在都大哥在学部所有的人, 现在真的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有没有什么故事, 你有没有辅导过谁, 就是修哥, 修哥他其实, 修哥喔, 修哥啊, 有个人叫修哥, 修哥, 他刚才来的时候, 看我们就浮浮了这样, 后来, 接触到, 他叫我送他那个什么, 近思语, 我就觉得他跟母亲间要看, 修大家都认识吗,修哥, 认识啊, 修哥以前是什么样的人, 就是, 爱的都hh, 整天都这样好像, 整天渡客很大, 整天都这样讲, 在那时, 边 ganz默的都叫小娘, iller吃那些小娘真的很好, 是让她管心也可以与鼓励, 就是没有不能跌入的 ela, plugged她ии, 好, 有家在家里, 开始在那里, 用麻食, 我个人用酵汤来喝, 就像自己。 家里有什么状况, 家里寄钱给他 因为他在监狱里面都要收费 所以他们家的人都要嫁妻 因为接受我们之后 他知道不能把家里的人麻烦 所以你有接受他们的家里 有 家里怎么样 他其实家里状况并不是很好 而且爸爸是生病的 女儿子不需要插他 感觉我有这个爸爸很健康 我不需要叫他爸爸 整十年都不需要叫他爸爸 那就是我们做双方的一个家庭架构 我们有去关怀他家的人 跟他相互沟通 所以他们的家里后来接受他了 女儿也到监狱来 在会课的时候叫他一生爸爸了 之前都不叫 完全 连看他都不要 太太跟妈妈还在吗 没有 就是妈妈爸爸在 对 所以现在至少有个大回应 大回转就是因为接触了 他的反差很大 很大 他的反差很大 他从以前我们看到他的时候 就像现在的面相同 现在不会 所以其实你们在帮助人的时候 不仅是帮助受刑人 其实你们包括他们的家人 都得去探视 其实应该这样说 在监狱里面的这些人 他会到监狱去 其实他的 我们要注意到他的社会背景 跟家庭架构 一定是有稍微的瑕疵 所以我们一直在做双方面的这一个 桥梁 有点像桥梁一样 我们不是只有在缴在里面 我们还要背叛外面这些家人 所以我们有双向在做 其实我想潘姐跟今天我们所有来的 师兄师姐已经做了很多的事情 因为让他们自己讲自己很棒 讲不出口 非得要我来说 你不是有一个故事吗 为什么不好意思讲 其实潘姐有一次很夸张 就是代替别人去为他的 往生的爸爸三跪九扣 因为那个同学 他家里的爸爸突然往生 然后他非常非常的难过 可是好像时间来不及办 对不对 应该这样子 因为他们只有一个扣打 就是在病急的时候回去 往生的时候就不能回去 所以他病急的时候回去 往生的时候没有办法回去 他没有办法回去 所以他非常的痛苦 那时候那个潘师姐为了安抚 他的情绪他就去了 可是去了当下 其实没有人知道 因为我们没有去都不知道 他行了这样的大礼 可是是当下 他做了这样的一个行为 我代替你的儿子来给你磕头 他们家里的人看到了 然后非常的感动 然后家里的人写信 跟监狱的同学说 很感恩师姐可以为他们做到这样 连他们自己的家人看了都感动 所以同学也非常的感动 他觉得说没有想到我只是请你 去帮我跟爸爸上香表达 你可以替我做到这样 也许同学都没有办法做到 所以真的是感动了同学 所以你做的时候 其实应该这样 我们两个去跟爸爸上香 高师兄也有去 高师兄也有去 因为监狮姐去的时候 他就去面围旁边 完博去的时候 他就去跟他的爸爸 阿德的爸爸就去 那个人叫阿德 对 我就跟他说 你孩子 他现在就变得很乖了 你爱放心 今天没办法回来 我代替你的儿子 来给你友好 就这样子 我不知道被侧拍了 那他把这个照片寄去给孩子 孩子看到我们两个进去 上课的时候就大哭了 那他拿给我看 他说妈咪 你给你友好是什么意思 我给你友好的意思是说 你买什么 我带他给他 带这个孩子给他 进校道 就是我替这个建议的 但是他你怎么做呢 就是行跪拜礼 对 就是行这个跪拜礼 所以就是三跪九寇吗 对 对 哇 所以他的妈妈在那里 很感动 我导致他那种的感动 感觉师姐为他发年 坐那车 就是这样一早就来 来跟他的爸爸 跟他的先生 跟他拜 我们祝福他 祝福他 这样子爸爸也安心了 说实话 那个爸爸一定安心了 对 那小孩也安心了 不是吗 也是安心了 家人也全部都安心 对啊 这个力量太大了 我们今天现场 也来了一位 我们都不称他们为 受刑人或更生人 我们称之为 同学 来到了现场 但是因为我们还是要 顾及到每一位的隐私 所以今天他来到现场 但是我们以 背面的方式来做拍摄 也希望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能够谅解 我们来到现场的是阿婷 阿婷同学你好 你好 你好 阿婷可以知道当年是犯了什么错吗 我有毒品就对了 那关了几年 关了八年 请问一下当时他们进来的时候 你是怎么想这些人 穿制服这些人 当时对实际还不是很熟 所以他们进来的时候 我是站在盘框者在那边看 看戏对不对 有人在看戏 对 后来你有参与队伍的变化那个比赛吗 有 会不会很不适应啊 为什么要玩了 要这个像小孩子被他们操作啊 我一开始我是因为没有尝试过 在社会上没有机会玩 我就抱着心态玩玩看 玩玩看 对 结果就宣布第一名 什么感觉 很兴奋 因为努力中就有成果 你后来有参加我们的 金藏演义对不对 对 然后你负责的部分是 我是沙话跟手语 你会吗 一开始 都不会 从头学起 对 学沙话难不难 蛮难的 蛮难的 我们是看那个电脑那个 列印下来纸上这样 土法练钢这样练的 是 也练了多久的时间 我们有一年时间 表演出来的东西 实在比现在回想来想 我是不堪路了 实在一年了 你自己也会觉得说 其实做的是不好的 对 但后来有比较 后来的时候因为 可能成熟了 学到很多做事的态度 跟那个信念 然后想法也多了 后来那个转变就真的很 变化 变化多转 它变化很大 变化很大 所以你现在已经入社会了 对 在做什么事情 我现在目前有一个副业 就是 运用我现在就画画的 那个画画的这样 我现在目前也是在做这个而已 所以沙话可以运用进去 可以啊 它很会画画 本来就会画画 所以挑作去做沙话 然后现在入社会 继续在做画画 我画画都是在监狱里面写的 回顾就一样 原本不会 真的是在监狱里面写的 所以监狱里面被关 是要学点东西 才会能够进入社会 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更向上的能力 就来听这首歌曲叫做 《普天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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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天下没有我 不信任的人 不信任的人 《普天三》 《普天三五》 《普天三五》 他没有我不信任的缘 不天真下没有我不原谅的缘 长情大爱变满虚空永不知己 普天下没有我不爱的人 但是这些人进入到社会一定有他的难度 一起来看看 打扫环境重新粉刷油漆 并且将坚硬的木板床替换成病床 这是位于秀林乡家湾部落的曾家 曾奶奶因为长期受肝病所苦 病情恶化 卧病在床 慈激志工获悉后开始进行家访关怀 陪同的是以前被关怀的更生人 以前就是吸毒 卖毒 改枪 怎么讲呢 那个帮助人家 帮助人家的感觉比较好 有作用 不要在外面那个 跟人家那个赌博 不要赌啦 要做要做得有意义的东西 心情和之前不一样 现在人家看到我 比较会尊重 家里知道看到我 比较会尊重 比较会理我啦 会跟生人出来之后 他在外面就能够更多的机会 可以付出 就像存钱同能够一天欠一块钱 也能帮忙 五块钱 十块钱都能够 甚至还有一些座念还是做环保 还是医院之工 甚至看感恩父母 都能够到三天去协助 大家能够得到那种付出的感动 和欢迎 一个关怀 一个付出 让更生人可以做个有社会良能的人 一个机会 一个陪伴 慈激的关怀永远都在 入社会一定有它的难度 我们一般的新鲜人都困难 更何况是犯过错 想要再入社会 不仅是他们在这段时间 也许不够充实自己 另外一方面是大家对他们的印象 就是这些是犯过错的人 我干嘛给你机会 我可不可以先问高师兄 当年进入社会 应该有你的困难点吧 进入社会的时候 刚回来也是爱学院 因为在里面在关怀虽然不久 但是就是爱学院说在社会的时候 有很多还要磨合企业的时候 有很多老板看到你的履历 乖过了 我不用 会这样吗 我很顺利 因为还在大楼就在做女班 所以我顺利就是可以进去做同学 这样子啊 但你有带过其他的人是不太能适应的吗 有的 如果刚才出来那时候 因为他要找头老板 那时候找尤其是有戳户 有戳户 你如果在手 膝 或是面 或是所有的看得到的地方 所以让人们第一个关键就是不好 人们都不可以用 人们都不可以用 所以会先教他们可能基本的衣着 有戳户 礼貌开始交集 那直到最后一关 有没有那种都很顺 到最后一关看到了 啊 关过了 不用 有啊 也是会这样 当然有啊 像我们有个案就是 他很顺利踏到职场了 因为那间的生理很好 还要账人 结果他们在面试的时候 就是别人来认证的时候 就老门就会问说 你多久没做事 两年 为什么呢 是有什么吗 我就在乖 好 他就跟他说 你回去待消息 这个同学听到就会开始烦恼了 是 因为他就知道 这老闆不容易 一种拒绝的方式 对 但是我们还是要说 这些人不是判死刑的 是要出来的 没错 那还是要适应社会 他要适应社会 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所以你们要做陪伴 你安心说 他现在如果没适应社会 他出来后 我们有儿子有孙 他会去 咬我们的儿子 咬我们的孙 会再整顶 再咬 又是往下的 对 所以真的是多一个好人 就少一个坏人 我们今天在现场 也很荣幸也邀请到 其中的一位同学来到现场 阿凉 你好 主持人 你好 你好 请问一下当年犯了什么错 毒品案 毒品 关了多久 十几年 十几年 那你什么时候关出来的 关出来一年多了 一年多了 这段一年多的时间 找工作顺利吗 一开始也是不顺利 怎么说 有找过什么工作 找过医院的那个被服侍 送棉被的 是 怎么不顺利 老板 老板听到我们是更生人 就当面就说 请我不用来了 所以一开始本来还算顺利 对 但是因为听到是更生人 对 你藏在最后一刻才讲 对 对 要坦白啊 之前讲也不对 之后讲也不对 那后来怎么办 后来就到 在找啊 在那个花脸就业中心找了第二份工作 是 也是医院的 是 就在直系医院当传送人员 所以这一段时间找工作 万一比如说一年半不顺的情况之下 都是家人帮忙 没有 你连家人都没有 有 有姐姐的 有姐姐 所以这段时间是靠姐姐帮忙 对 我可不可以这样说 其实你自己是知道我有犯错 这一些入社会的不顺利是理所当然的 这样讲你接受吗 接受 这是应得的 那万一真的很多的更生人 今天看了这个节目觉得 你才一年半 我已经十年都没有找到工作 你觉得应该怎么样开导 或者是用你的经验谈 告诉他们该怎么办 首先叫他们要放下所有的物欲私欲 他的物欲小的话 所以你知道了 自然他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烦恼 欲望要降到最低 对 降到最低 哇 终于听懂了 这是真正的当事人他的想法 因为我想还是那句话 连一般的新世人求职都不顺利 更何况是更生人 那我们今天师兄 阿玲师兄告诉大家 你要放下所有的私欲 真的要重新开始 但是我们一直提到 今天的主要的一个关怀的地区 就是花莲监狱 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休息一下 待会回来 花莲监狱 创设于1937年日志时代 称为台北行务所花莲港之所 于1951年7月1日 改名台湾花莲监狱 原本位于郊区花莲市中山路 但因光复后经济发展 影响受刑人尽心忏悔 因此牵指至花莲县吉安乡吉安路 2011年1月1日 改称法务部矫正署花莲监狱至今 建筑成八角形 四周环境清幽 适合受刑人清心前省 并附设正德高级中学进修学校 现有高中部 国中部各三班 每年向邻近监院所及间内 招收有志向学的受刑人入校就读 今天这群师兄姐把每一位的同学 就是受刑人 更生人都当作宝贝一样在对待 都像自己的家人 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故事关于阿修 阿修现在还在服刑 但是我们今天原本要请到阿修的家人来到现场 可是家人的爸爸的部分临时就生病了 所以我们现在跟阿修的妈妈来做连线 阿修妈妈你好 你好 师兄 你好 你现在在哪里 我在田中 不好意思 跟你做连线 因为你现在在照顾你的老公对不对 对 他现在怎么样了 他本来就有高血压 所以又很不肯定 是 所以今天又晕了对不对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那请问一下 阿修你的儿子犯了什么错当年才去关 毒品 毒品 也是毒品 他已经关多久了 一百年十月十三吧 你看妈妈 妈妈永远记得儿子 所以现在已经将近七年快八年的时间了 阿修妈妈 其实你也看到了师兄师姐帮助阿修 让阿修做了一些改变对不对 对 你看到了什么 我真的感受到 我儿子以前的话都会叫我提钱 干嘛干嘛这件事情 但是现在什么都没有 他叫我不要担心 他自己会照顾自己 照顾得很好 你真的觉得 他爸爸照顾好 他希望你把爸爸照顾好就对了 对 他要想爸爸等他回来 也希望爸爸能够等他回来 希望爸爸身体健康 能够等他关出来 对不对 他跟女儿的关系怎么样 以前的话是 两个人都没有来往 都没有讲话的 就从我们那些三师姐高兴中他们那些 来我们家来过 后来就很群慧 结果他女儿去了第一次 结果他就叫了几生爸爸 我儿子好感动 应该全家都很感动 女儿也 对 女儿其实也退了一大步 让了一大步 六年没叫人 六年没叫人的 看到那一只叫 对 肯定那一天终于让阿修这个爸爸有像爸爸的样子了 因为阿修改变了 你像了爸爸 女儿才会心甘情愿叫你爸爸 阿修妈妈 阿修也特地在监狱里面录了一段影片 我们一起来 您可能要用听的 我们现场就一起来看看 阿修他对于这一段新历程 他说了什么 好 女儿从小都没有什么照顾到 所以他一二十年都没有 都没有开口叫我一声爸爸 也是接触慈祭之后 改变心念 改正一些行为 就让我女儿有感受到 所以他后来再一次 肯定的机会 他开口叫我一声爸爸 听到很感动 妈妈一直以来在我遇到困难 或需要安慰的时候 她总是扮演一个温暖的感觉 让我依靠 过去我的无知 而不会想 让妈妈承受的很大的痛苦和无奈 妈妈有看到我的改变 在上次肯定会的时候 他看我的眼光 多了一些安慰 妈妈辛苦了 让你痛苦的大半辈子 我已经改变了 我以后不会再让你操心烦恼 我以后不再让你操心烦恼 你在我心中永远都是最伟大的妈妈 妈妈我爱你 阿翔妈妈 有 你有听到吗 我在哭了 你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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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跟她讲说 她的女儿 祝你 爸爸 我都会照顾好 等待她 等待 用快乐的心情等待她回来 好伟大的妈妈 我们会用快乐的心情等待阿修回来 你要好好地在监狱当中 好好地表现 希望你早日出来 好不好 跟家人团聚 你有没有什么话 要对于我们现场的五位师兄姐说呢 我最感谢你 你用最温暖 最 可以说是大爱 我们持续的精神 大爱 探顾的研修 谢谢你 我不能到现场 不然我真的想抱抱你 还有其他的高师兄 杨师姐 好多是宗师姐 真的有心 很感激 没有你们 阿修不会病 好啊 不要靠 好 我们要快乐地等待阿修回家 好不 好 那你要好好保重阿修妈妈 辛苦了 继续照顾她的女儿 还有照顾你的先生 谢谢阿修妈妈跟我们的联系 谢谢你 好 谢谢 拜拜 我们说人间有爱 这里不只是指师兄姐他们有爱 所有的更生人 受刑人 你们的家人 同学 你们也相同有爱 我们都等待着 大家能够改过自新 好好的向上了 最后就来听这一首 人间有爱 感谢你给了我温暖的拥抱 让我百度过生命抵抄 一颗心装满爱 风在大步飘摇 学会把肩膀 借别人依靠 用真心给了你了解的微笑 陪着你解开心事困扰 看着你抬起头泪停的那一秒 感动在胸口围绕 我相信人间有爱 值得去期待 尝旧封闭的心中就被打开 体量会化解伤害 光快会化解一彩 最动人的爱是醒来 谢谢你的收看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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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